姐,快过来,妈妈做了你最爱吃的都花煮一片,你闻吧,太香了 气声思坐在餐桌旁,转头望着秦桓,她脸上擒着笑,可眼里却含着泪光,她是那么在乎秦家的人 为了他们,她放弃了学业,承认自己撞死人,她选择打网球去赚钱给家里打生活费,爸爸的治疗费,最后还答应做她的情人 一想到这些,气声思的心隐隐作痛,仿佛像被扎满了针 见她走过来,气声思拉她坐在自己旁边 姐夫,你看看这豆菜,是我妈拿手的药,你得吃一点 秦洛边说边给气声思加菜 气声思对秦洛的热情,不冷不热的,拿起筷子后并没有吃,而是夹了一块鱼肉给秦桓 我还不知道你喜欢吃鱼啊,以后我给你做 秦桓连忙点头,好呀,你也吃,别顾着我 沈冰剑两人倒是很相配,也看得出来气声思很宠秦桓 今晚,你们就留在这里住吧 我也有些心里话,想跟你说一说 一听有心里话想跟自己说,秦桓自然是想留下来的,只是不知道寄生思的意思 秦桓也不贸然问她要不要留下,只是抬眼看着她,寻求她的意思 既然阿姨有话想对花儿说,那今晚我们就在这住下来 吃完饭后,秦桓去帮沈冰洗碗,顺便就说说彼此的心里话 至于寄生思,已经被秦洛推到了房间里聊天 秦洛的房间很整洁,墙上挂着她跟秦桓儿时的照片 秦桓子坐在轮椅上,一双湛蓝的眸盯着墙上那张陈旧的照片 感觉有些眼熟 他看了许久,一时想不起来,便问秦洛 墙上是挂了谁的照片 秦洛在床头柜箱子里找到一本厚厚的相册 拿过来递给秦桓子 喽,这里面我姐最丑还有最漂亮的样子 你想不想看呀,我爸特别疼她 从收养她开始,揭露着她成长 而且我爸爸也很喜欢摄影 看着厚厚的相册 秦桓子突然想看看秦桓小时候的样子 她翻开相册,就看到秦桓五六岁时的样子 那时候的她,扎着两根小辫子 一双眼睛圆圆的 那肥嘟嘟的小脸是那么可爱 笑起来的时候,脸颊还有两个梨窝 看到这,秦桓子继续翻阅着 可看着她小时候的照片 秦桓子总觉得有些熟悉的感觉 但又不记得哪里熟悉了 姐夫,告诉你哦 我姐从小就是女汉子 最喜欢打家人事了 给你看一张照片 看完后你就知道 我爸爸为什么要收养她了 收养她,还需要理由吗 我爸爸是一个很挑剔的人 他对姐姐一样很严苛的 当初他碰巧去工人院做捐赠的时候 就遇到了姐姐 其实他跟我提过 他关注姐姐很久了 秦桓子静静听着 也顺着秦洛翻阅到的那一张照片看了看 当看到挨着的几张相片时 他脸色一惊 心头猛得一战 指着相册里的一张照片 声音提高了气氛 这,这相片谁照的 秦洛被他吓了一跳 唯唯诺诺回了一句 刚不是说了吗 全是我爸爸照的 全是秦怀照的相片 他盯着那张相片 那张相片有他 还有东方林 还有孤儿院其他的小朋友 甚至还有秦桓 秦桓子指着相片 又问出心中的疑惑 这些照片是什么意思 你爸爸有没有跟你提起过 秦洛黑黑一笑 你这么好奇啊 看来你也觉得我姐姐很凶悍是不是 这并不是什么秘密 爸爸已经跟我和姐姐说过这个事了 他当时就是看到 姐姐在打抱不平 这上面这几个小男生 在欺负一个新进来的小男生 我姐看到了就上前帮忙 还狠狠地修理了那几个小男生 结果把自己弄得一身伤 我爸很欣赏他的性格 就决定收养他了 就在当天就搬了手续 接走他了 怎么可能呢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 秦桓子沉默了 事实就摆在眼前 他不得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为什么 他之后没看见秦桓 为什么之后东方林没有提起秦桓的事 明明是秦桓帮了他 可他却一直以为 是东方林帮了自己 所以 他才暗暗发誓要对他好 守护他 而他将秦桓忘记得彻底 是从来都不记得 秦桓的存在 天哪 老天爷怎么跟他开了这么大一个玩笑 今天来这里 他发现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 撞死东方林的人不是秦桓 而是秦洛 第二件事 又是在孤儿院帮他的人 是秦桓 不是东方林 他一直保护的人都错了 他爱错了人 付错了心 而他呢 都对秦桓做了些什么 那些事历历在目 让他无法忘记 一步一步地算计 让秦桓一无所有 姐夫 你怎么了 是不是觉得我姐小时候太彪悍 把你吓到了 你放心 他现在不求婚打架了 我爸爸不许他惹事 所以他已经不是以前的自己了 你跟他相处就知道呀 他还是很温柔的 他说这些话 只不过是想让秦桓司 更了解秦桓 让秦桓司对秦桓 更好一些 秦桓司闻眼 俊脸微动 情绪缓和几分 抽出了一张相片 我 我可以 拿走一张吗 秦洛不紧 可还是点点头 你尽管拿 都是我姐的照片 你喜欢哪一张 就拿哪一张 没关系啊 秦桓司不听秦洛的这些客套话 将相片抽出来之后 放在衣兜里 他翻到了秦桓打网球的照片 你姐什么时候学的打网球啊 秦洛文言 看了眼相片 黑黑一笑 十一岁的时候 那时候刚上初中 他说喜欢打网球 所以爸爸就让他打 不过姐姐打网球 特别有天赋 不仅学习好 打球也特别能知过 秦桓司静静听着 翻着翻着 看到一张陌生的照片 但仅仅是一张背影的照片 看不清脸 虽然只是背影 秦桓司也知道是谁 是季航诺 看来 他是真的很喜欢季航诺 这照片一看就是偷偷照的 而且不是很清晰 看到这 不知道为什么 秦桓司心里像被人狠狠拽住一样 说不出那是什么样的滋味 隐隐生疼 如果不是自己 或许秦家不会变成这副残样 秦桓也不会死 如果不是自己 或许秦桓会等到秦航梦 他们有可能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如果不是自己 或许秦桓会过得更开心 可以打着喜欢的网球 一切的一切 都被他毁得干净 他不敢想象 如果这一切真相都揭开时 秦桓会怎么看他 他又如何接受这一切 厨房里的秦桓帮沈冰洗碗 一边跟沈冰聊着天 你和季总 甚是多久了 秦桓想都没想 就直接回答 四年了 四年前他可以去美国读书 参加网球比赛的 可因为他去顶替秦洛 开车撞人的事 之后 他就说不去美国了 就留在江市一家网球社打网球 也就是说 这四年里 他都跟季生司在一起吗 那你这些年 都跟他在一起吗 嗯 当初我一个朋友 到他网球社上班 说再招聘网球选手 我就报名了 然后就一直等到现在 直到一年前 我们才确定了关系 在爸爸生病的时候 我一直忙着参加比赛赚钱 总是抽不出时间回来陪他 也谢谢你 一直陪着爸爸 说到最后 秦怀脸上笑意退去 眼底弥漫着一层悲伤和遗憾 一提到秦怀 神兵眼神凌乱起来 其实啊 我一直怀疑 你爸爸的死并没有那么简单 怀疑 秦怀一脸诧异 你爸爸这些年来清静夜夜的 做事小心谨慎 而且他做生意啊 也非常稳 这么多年你们看不见 我天天守着他 还看不到吗 从落儿那一件事发生后 这个家就仿佛落下了万丈深渊 他的公司短短一年时间内 就宣布破产倒闭 还欠下巨额欠款 身体也受了影响 病重 追债 几乎让我身心疲惫 加上 他突然说走就走 明明病已经好了一半 可怎么突然间就走了呢 秦怀听到这 眸色轻闪 经过神兵这么一提醒 他也陷入了沉思 爸爸是那么谨慎 小心翼翼的人 做了这么多的生意 怎么可能会投资失败 欠下那么多钱呢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阿姨 别想这些不开心的事 爸爸的事 我会暗中调查 如果真有什么意外的事情发生 我也不会轻易就这么算了 对了 还有一件事 我想跟你说 在你爸爸病重之前 有人联系过你爸爸 他们说 是你的亲人 是因为你一直在比赛 你爸爸还没来得及跟你提起这事 后来发生的事情也多 我也忘记跟你说了 还误会了你 说了那么多伤人的话 你可别放在心里记恨我 亲人 秦怀听到这 一脸惊恶 是真的吗 那些话 我早就忘记了 阿姨也别放在心里 我们是一家人 没有必要一直记恨着对方 只是你刚才提到的 我亲人来寻我 这事是真的吗 那你有见过他们吗 知道他是谁吗 我也没有见过 你爸走得突然 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 他只说了一句话 让我好好待你 说完这话 沈冰眼眶得红了 而秦怀心骤然一痛 到那个时候 爸爸还惦记着自己 还想着自己 而自己呢 竟然什么都不知道 像个白痴一样 想到这些 秦怀心如刀绞 对不起 都怪我 是我没有尽到女儿 该有的责任 爸爸一定对我很失望 怎么会呢 他要是对你失望 怎么可能还要交代 那一句话 他是心疼你呀 也是真的很爱你 尽管 你不是他亲生女儿 可他一直深爱着你 疼爱着你 养育着你 他也把你当成亲生女儿 一样对待 对你的期望也很高 秦怀文言 眼泪再次溢了出来 呼吸沈冰怀中 他心念一动 脱口就喊了那句 一辈子都没喊过的话 妈妈 谢谢你肯相信我 肯接纳着我 他叫自己妈妈 沈冰一脸震惊 这么多年 他都没有改口的 沈冰声音一颤 欢儿 你刚刚 叫我什么 秦怀离开沈冰的怀抱 吹眸看着他那惊讶的脸 妈妈 从今天开始 你就是我的妈妈 可以吗 他从小就没见过妈妈 长什么样子 被秦怀收养之后 沈冰嫁给秦怀后 他也只是叫的阿姨 这么多年 他一直叫不出那两个字 沈冰一顺不顺地看着他 脸上却燃起一抹心细的笑 你想通了 没什么好想不想通的 其实我一直想喊你妈妈的 可是一直迈不过心里那个砍而已 我以后会好好孝敬你 我以后就是你的女儿了 傻孩子 你一直都是我和老秦的女儿啊 沈冰白他一眼 这话说开了 心里那些积累起来的埋怨 就不由自主变得烟消云散 姐夫吃西瓜 这个西瓜 是我妈特意在超市里挑了好半天 我和姐最起闻的水果 就是西瓜了 以前我老爱偷他的西瓜吃 他还经常把我的鞋子 书包藏起来 让我老伤口迟到 季生思看了眼秦怀 那只能怪你太笨了 我媳妇太聪明了 秦怀坐在椅子上 这才看到季生思怀里的相册 顿时脸色一变 秦怀 你怎么把这个给他看啊 里面全是他最糗的照片 最重要的是 里面夹着一张季航诺的照片 如果他看到了 会不会生气啊 姐夫都看完了 哈哈哈哈 秦怀哈哈大笑 挥挥手 我突然想起来 我跟朋友约着去酒吧玩 你们两个慢慢聊 我先走了 话落 人已经没影了 还好先将房间留给两个人 可爱的将房门关上 切换郁闷的摇摇唇 秦怀也真是的 竟然拿这些东西给你看 这些照片 都是我爸爸给我偷偷照的 你别看了 小时候的我又黑又丑 老是惹是生非 爸爸对我很严苛 后来 读高中了 我才把那些不好的习惯改掉 好好的当了一回千金小姐 大家闺秀 不用这么害怕 我看到了她的照片 我不会生气的 我知道你喜欢她 她对你的意义也很重要 你打网球 也是因为她吧 你跟她的事我都知道 但她跟你没有缘分 而且她不是一个 会为了你舍弃 季家一切的男人 她可以爱你 但她不会割断对季家的一切 而我与她不同 我可以为了你舍弃一切 包括季家 不就是一张相片吗 那并不代表什么 他们就算喜欢过彼此 那又如何 那一晚 她霸占秦欢的时候 秦欢还是第一次 和她接吻的时候 她连伸个舌头都不会 做什么事都是那么声色 这样的一个女人 怎么可能会跟季航诺 有什么呢 她真庆幸 早一点遇到她 知道真相后的寄生思 心里更愧疚 更心痛 但她什么都不敢说 还好 秦欢什么都不知道 秦欢听完她说的话 满目错愕 没想到她竟然说了 这么坦然 她是真的很不屑 与季航诺比 话也说得这么直白 仿佛像是 她对自己的承诺 其实 秦欢心里是开心的 她心里有自己 也相信自己 她就要这样的爱情 这可是你说的 并不是我勉强你说的 你要记住 你今天说的话 以后 可不许反悔哦 也不能不认账 我像是那种 会反悔的人吗 我是说一不二的人 你才第一天认识我吗 听到她说 能放弃季家的一切时 秦欢更加确定一点 她还是喜欢自己的 不然 她不会说出这种话 这个女孩认识吗 文言 秦欢朝照片上一瞥 记忆有些模糊 她想了想 不太记得了 不太记得了 好像叫 什么小林吧 我记得她那天 也是刚被送到那里 我和她 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呢 原来东方林 那一天 也才刚到 而东方林 也未提过 关于秦欢的直言片语 只因 她根本不识的 秦欢叫什么名字 秦深思继续问 那这个 躺在地上的小男孩 你认识吗 秦欢又朝她指的地方 看了一眼 记得呀 这个小男生 刚到孤儿院 就被欺负了 当时我还帮她出了气 打了那些欺负她的人 可她好像身体不好 昏了过去 我们并没有说过一句话 我就被爸爸带着 离开了孤儿院 现在也不知道她怎么样了 肯定长得很高 不会再像之前 那么懦弱了 秦深思看着她 面色认真 如果我告诉你 我认识她呢 认识她 不会吧 秦欢一听 满脸愕然 她不会是林泽吧 秦深思不想她继续乱猜 直接给出了答案 是我 你 秦欢震惊的张大嘴 秦深思看她 很吃惊的样子 俊脸微沉 对 就是我 我刚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也很震惊 没想到我们早就认识了 你也曾守护过我 所以老天又安排 我们再次相遇 这一次 换我来守护你了 太意外了 竟然还有这么巧的事啊 如果当初爸爸没接我走的话 或许我们还能早一些成为朋友呢 秦欢笑了 秦深思眼神温柔 所以说呢 我们注定要纠缠在一起 命运早就把我们绑在一起了 欢儿 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不要放弃彼此好不好 看到这张照片后 我更加的确定 我想跟你过一辈子的意念更强烈了 你答应我好不好 以后都不会离开我了 不管别人说什么 你都会相信我 陪着我 伴着我 就算我做错了什么事 你都会原谅我 对不对 他真的害怕 那些真相秦欢知道之后 会不会崩溃 会离开自己吗 他怎么承受得了 干嘛突然说这样的话呢 我又没说要离开你 别紧张 既然老天都安排了我们早早就认识了 那说明我们的缘分会很长 我们会继续走下去的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自信了 你就这么喜欢我吗 对 我就是这么喜欢你 就是这么爱惨了你 寄生思也不避讳自己对他的感情 早在幼时 他出手帮他的时候 就已经爱上了 只是他 错付了情 你会不会太夸张了 秦欢愉悦的鸣鸡嘴 他也很震惊 一切都像是命中注定一样 有夸张吗 我只是说实话而已 你不相信吗 相信啊 你说的我都相信 今晚委屈你 在这流宿了 这既然是秦洛的房间 我们的房间在隔壁呢 我推你过去 把果盘给我 寄生思指了纸 放在桌上的果盘 还没吃完呢 秦欢嗡嗡声 果盘没给他 而是先拿了出去放好 再回来推他坐着的轮椅 出了房间 秦欢直接推着轮椅到了客房 给他倒了一盘热水泡脚 做完一切后 搀扶着寄生思 躺在床上 一躺下 寄生思就将他一把抱住 虽然他暂时不能暴露 自己腿没伤的事 我还没洗澡呢 寄生思嗓音低沉了几分 让我抱抱你 你怎么了 是不是因为看到照片的原因 心里觉得有负担呢 负担倒是没有 只是太惊喜了 我怕这是在做梦 我害怕醒来 一切都变了 秦深思还是紧紧抱着他 心思缭乱 因为来得太突然 他也害怕失去得更快 不知道为什么 他心里总是忐忑不安 仿佛像有什么事 要发生了一样 你怎么变得这么幼稚呢 我觉得今晚的你 很奇怪 都不像平常的你了 就算小时候帮过你 那根本就不值一提好不好 你帮我的呢 我一只手都数不过来 跟你帮我的那些比起来 我做的 真的是很微不足道 所以你就别想了 好不好 秦桓也抬手将他抱紧 想给他一些安慰 这家伙 情绪怎么这么复杂化呢 一想起自己对秦桓 做过的那些事 哪一件 不是追心刺骨 如果秦桓知道了 他一定会恨惨了他 寄生思这一刻的心是痛的 连呼吸喘气 都是痛的 他没有多余的话 他也不知道 还能说些什么 只想这样简单地抱着他 什么都不想做 或许 这样心里更踏实 安心一些 秦桓眸光闪烁 呼吸着他身上 那属于他的气息 缓缓闭上眼睛 很快就睡着了 秦桓眸等他睡着后 吹眸撇着他 近在咫尺的脸 凑过去 在他额间落下一个吻 秦桓 对不起 我只能用余生的爱 好好爱你 不会再让你受到一丝伤害 早餐吃完之后 秦桓说有别的事 就离开了秦家 两天过后 秦桓在卧室里 给寄生司收拾 出远门的行李箱 楼下洛白月 已经开车过来接他 进了客厅之后 看见寄生司 坐在沙发上打着电话 这么一点小事都做不好 你吃屎长大的吗 查不出来就别查了 找你这种废物 只是浪费时间和钱 洛白月走到他旁边 坐了下来 明眉道 吃炸药了 这么凶 寄生司淡淡看他一眼 没事 灵泽那里 你跟他说了吗 说了 叮嘱他很多遍了 你放心吧 他会把秦桓看好的 再说了 秦桓又不是小孩子 你还怕他跑了不成 什么时候开始 他竟然这么在乎 秦桓的安全了 不是要把他逼到绝境吗 最近怎么没动静了 还说离开了 要安排灵泽 寸步不离地守着秦桓 他到底在害怕什么 秦桓思脸上没有多余的表情 他当然害怕 害怕那些事被揭穿 害怕秦桓知道所有真相后 他会接受得了吗 一时间就沉默了 他想过了 他去三天就回来 多了时间不待 每一次去 他都得待上一个月的时间 这一次 他放心不下秦桓 而且他是去跟东方林 说清楚原委的 他不敢否认自己 没对东方林动过心 毕竟相处这么多年 是有感情的 如果没有 他也不会下那么大的决心 回季家 只是 他把他的身份 弄错了 秦桓下楼 前辑深思还坐在客厅里 正看着自己 他走了过去 我推你出去 欢儿 我不在这两天 你要是有什么想吃的 想买的 就尽管叫林泽给你弄过来 我也叮嘱过他 会寸步不离地守着你 你想去看比赛 就去看比赛 不管比赛的结果怎么样 你都不要插手这个事 有些事 也不是你能一手操控的 尽量不要跟东方莫 再起什么冲突 知道吗 秦桓心里一沉 我知道了 你不用世事都担心我 为我操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不会跟东方莫 起什么冲突的 你就放一百个心吧 说到最后 秦桓脸上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我走了 记得有事给我打电话 知道吗 嗯 你都说了多少遍了 我记住了 秦桓推着他走了出去 站在门口的洛白月 也帮忙将他扶上车 秦桓站在路边 目送着他们离开 洛白月开着车 见秦桓还站在门口 一直等看不到了 才转身进屋的